可回来啦 她是 爷爷 您听我说 竟然有此等其时啊 这里是她要的 够了够了 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件事 小秋是神子 这么说 黄皮子欠我们一份大恩哪 请问上神尊号是 我叫修吾 修吾上神 为民除害大英雄 老夫敬你一杯 你 你真的打算留在我们这儿吗 势必如此 既然你都留下来了 不如 就加入我名书门吧 啊 弃暗投明 他们天师们有神子 难道我们明术门就不能有神人吗 怎么样 他当不当明术门的弟子 不当的话 就不许留下来 好 好好好 好啊 对啊 我们这儿 的 就好了 对 你 你 待会儿 收拾一间房间给修吾 修吾啊 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来啊 我们这儿清静 不像天使们那边 人多 脑腾 之后不早了 我去躺一会儿 你们 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哼哼哼 跟我来 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嗯 方才爷爷那些都是玩笑话 你不必当真 我已应允 你可要想清楚了 若是加入我民宿门 按江湖规矩 你得称我爷爷为掌门 称我为师姐 所以爷爷说的那些你不必 师姐 当真 可是 你归为神族 生灵无高地贵贱 既然是规矩 我自当遵循 他看起来 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那明术门 岂不真的有神族弟子了 师姐 这是我的房间 哦 是的 是的 若有不便之处请告诉我 我就住在主殿西侧 你 你用这个擦擦脖子的伤痕 你咬的伤痕 对 你快用药膏涂一下 这个是伤痕驱疤很管用的 然后 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个伤口的来历了 这间屋子就一直空置着 还好我经常打扫 才能这么快就收拾出个像样的弟子房来 爷爷也真是的 越来越孩子气 一夜没睡好 竟起晚了 爷爷一时兴起 收他做弟子 而他竟然答应了 所以 我的确是有师弟了 还是个神族 好啊 你怎么 这是 是 我看他身材和你爹相近 就给他换上试试 怎么样 很有风采吧 可见 修吾与我明术门 确实有缘哪 这是 我爹的衣服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 只可惜啊 你爹还没穿过 就 老头子真是的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我哭什么呀 明术门 时隔多年 终于又有新弟子了 熊吾啊 今日是你入门第一天 这柄宝剑 就作为剑面礼 赠予你 此剑名清天剑 和清书继承的碧海剑 是我明术门 朕派雌雄双剑 虽然比不上 你失去的春姿神剑 但若二人齐心协力 双剑刚柔并济 复以御灵之力 威力亦是不凡哪 先说 谢长门 好啊 以后明术门 就指望你们了 对了师姐 你看这个伤口 已经全无痕迹了 多谢你的药膏 我不是让你别再说 说这个了吗 我并未提及伤口的来历 这件事就此翻篇 以后不要再 大人 此地有铸馍之阵 无妨 速战 众长老 结珠魔之阵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是天使们 想起我危险 小灵 传世作家小心 我信 天使们发生了什么 神尊神教 应是天魔众以献身 速至神源塔 神源塔怎么会 小秋 前有强敌 莫乱心神 早已料到尔等 萧萧会来强预 本尊子会无作防备 只有死 把麻烦 忠恬 我 我们 啊 离 weet 我 对 我 一 一定 这里 是 我 至于 你 不 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 神子 剩下主意 事解最后 把身打得断死 占下不能分离 岳 음식 豆腐 主意 writt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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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冲子剑 师姐 是否无碍 没事 我没受伤 骑兵掌门 此一我天使门重伤弟子 即三十七人 其余弟子亦多有负伤 若要恢复元气 怕是需要些时日 天魔罪大恶极 他日必遭天道成见 师祖保佑 姓吴弟子丧命 掌门师兄 神渊塔数损严重 神子应如何安置 是否要立即向修 暂且不必 我另有安排 凌宫师妹 你带还能行动的弟子立即下山 传先盟令与各大门派 请他们速来天使门 举行先盟大会 掌门 你是想 神子与天魔众之事 该公之于众了 是 之前希望月姑娘 能与上神留在天使门 如今看来 是奢望了 除魔未盗 不问出身 上神所言极是 是孟章一夜障目了 孟章掌门 神渊塔一回 这天使门的大阵 没问题吗 穿越六界并非一世 那天魔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塔 只要神子无恙 其他都无妨 天魔众来势汹汹 今日若我二位挺身而出 我天使门孔已遭大难 神子若落入天魔之手 人界被天魔攻破 也不过是时日问题 如此严重 神子的能力并非仅是神将 而是 是我多言了 月姑娘修行御灵之术 此物应能助你一臂之力 素文贵派善于御灵 御灵来自驯服之仙灵兽 这张仙兽志记载了 仙灵兽之藏身所在 这手卷所记载 确为名书们 曾驯化过的仙兽一族 太好了 能帮上月姑娘就好 就像我方才所言 天魔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月姑娘若能尽速取得新御灵 对抗天魔时 更增添一份胜算 谢谢您 晚辈 晚辈感激不尽 客气 不及二位今日的议程功劳 回去告诉爷爷 他一定很高兴 孟章掌门 可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 不必了 二位早些回去休息 养精蓄锐 也愿月姑娘 尽早寻得灵兽 如此良机 切勿错过 到时也请上神 同为助力 自然 他修为提高 与我也有益处 那请上神收下这个 我没事 只是有些担心小秋的情况 既受神尊所主 天使们必会精心照料 是 我有些多虑了 有些担心的 我不能 有些担心的 我